生娃和没生娃果然有区别,看路人拍杨幂和热巴后一下就明白了。 在娱乐圈中,每当明星们放出自己精修后的照片时,粉丝们简直如获至宝一样,喜欢得不得了,对自己喜爱的明星也是多了几分欣赏,但是没修过的照片能让人满意才真的是本事,很多路人拍的照片才真的是能看出来明星真正的状态。 杨幂和热巴的关系一直让娱乐圈里的人羡慕,因为两个人之间真的存在很纯粹很好的友情,他们二人属于一个公司,杨幂是老板,在大家眼中,杨幂和热巴都是娱乐圈高颜值的美女,然而他们能尽受着路人照的检验吗?我们来看一看。 很小的是杨幂和热巴两个人都很喜欢穿白裙子,杨幂穿着镂空的白裙子出席某个活动被路人拍了下来,大家看到生完小糯米的杨幂身材和之前相比可能会有一点差别,但是却依然腰细退长,看来杨幂生过孩子也依然是女生啊。 迪丽热巴在出席某活动的时候也是穿的白色连衣裙,大家都知道,热巴最大的爱好就是吃,但是如此爱吃东西的热巴竟然一点也不跑,真是让人特别的羡慕,路人照中的热巴看起来仙气十足,非常的有气质,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它。 其实无论是生过孩子还是没生过孩子,大家爱的都是他们这个人,事与颜值,终于人品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了。 况且杨并且杨幂在生过孩子之后甚至比没有生娃前还有女人味,相信粉丝们还是会一如既往喜欢她支持她的,也希望她们能够有益长存。 看到了路人抓拍的杨幂和热巴,你有什么想说的?